在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的同时 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局势也开始紧张 在8号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相互炮击后 当地时间9号 有武装人员越过黎巴嫩与以色列的边界线与以军发生交火 数名武装人员被打死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下属的圣城旅宣布对事件负责 之后 以色列炮击了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 以色列当天扩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击范围 此外 以军侦察机在离南部上空密集飞行 以色列军方9号称 以军当天还出动直升机对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实施了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有三名成员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中死亡 作为回应 黎巴嫩真主党当晚向以色列位于布拉尼特和阿维维姆两地的军营 发射了火箭弹和迫击炮弹 随着边境局势持续紧张 以色列与黎巴嫩方面正在迅速加强起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 双方正在向以离边境增兵 与此同时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加强了在离以边境沿线的巡逻 连离部队9号称已经与有关各方进行了联系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目前 以色列军方已要求靠近以离边境的28个乙方村庄的居民 躲进防空洞 应对可能发生的火箭弹袭击 而许多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黎巴嫩民众 已经逃离了自己的家园 以色列和黎巴嫩尚无外交关系 迄今未解除敌对状态 以色列长期视黎巴嫩真主党为重大安全威胁 2006年7月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严重冲突 冲突蔓延至黎巴嫩境内多地 造成离方接近1200人死亡 以方约150人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nings辉坦